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迪丽热巴《花儿语少年》遭遇口碑危机 是真实性格还是人设崩塌 近期,迪丽热巴参与的综艺节目《花儿语少年》播出后 网友们对他的评价出现了两极分化 一些观众认为他在节目中的表现展现了真实的自己 而有些人则认为这是他刻意设立的人设 但无论如何 迪丽热巴在节目中的一些行为确实引发了争议 首先,迪丽热巴在节目中的驾驶技术被网友们广泛吐槽 他不顾及其他乘客的安全 执意自己开车 让人们对他的专业素养产生了质疑 这不禁让人想起他在电视剧《你是我的荣耀》中饰演的女主角乔晶晶 乔晶晶可是拥有A类驾照 是技术非常高超的飞行员 如此一对比 让人质疑他在剧组是不是也经常被司机接送 然而 更大的争议来自于他对摄影师相机的不当操作 在节目中 他为了抢夺摄影师手中的相机 不小心将其格式化 导致摄影师辛辛苦苦拍摄的素材全部丢失 这一事件引起了网友们的强烈不满 许多人认为他的行为非常不专业 对工作人员缺乏基本的尊重 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迪丽热巴在节目中的表现是真实的自己 他并没有故意设立人设 他的性格比较懵懂 有点笨蛋美女的特质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不专业或不负责任的艺人 事实上 在《你是我的荣耀》中 乔晶晶就展现出了非常专业和认真的工作态度 总的来说 花儿与少年中的迪丽热巴展现出了他的多面性 他既有着令人欣赏的专业素养和认真态度 也有着一些需要改进的不足之处 作为公众人物 他的每一个行为都会被放大和评价 因此 无论是在节目中还是生活中 他都应该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